屋宇柱金刷招牌 灌藍話危紅 最後一夜拜拜 燈火通明的油麻地街頭 昨晚吸引不少市民聚首 為了向這兩塊幾十年的老招牌說拜拜 群伐老字號灌藍話 15號在facebook出post 只位於油麻地甘肅街分店的兩塊危紅燈招牌 將會在16號關燈 叫人快點來打卡留念 屋宇柱曾經在去年10月26號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24條 向灌藍話招牌擁有人發出清拆令 要求拆除油麻地分店的違規招牌 近日再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牌 定於今日展開清拆工程 昨晚最後一夜亮燈 灌藍話在facebook再出post 說信眾要求延長關燈時間到晚上11點 有不遠出鏡的市民表示軟式 又補充70年代因為灣仔白宮酒店失火 引起政府對霓虹燈招牌的安全疑慮 越續越緊 消防車要升雲梯抹去灌鈎的時候 就發覺被招牌頂住了 他們就不可以埋去 延遲了灌鈎 延遲了灌鈎 變成死人了 之後開始就大力監管 除了消防問題 環保處2016年起設立戶外燈光約章 以減少香港光污染問題 首當其衝的就是霓虹燈招牌 在2000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說 是紅燈有光害的問題 非常殘暗 但現在其實你看著LED 你會覺得更加殘暗 沒有改善過 由廣州起家 20年代起進駐香港的灌藍畫 成雙成對的霓虹招牌 成為香港繁榮的象徵 連女法高網站也有介紹她的霓虹燈 讚揚別具一格 她關了後面那個 上方灌藍畫婚紗 灌藍畫婚紗 直到11點35分左右才關燈 下方的灌藍畫招牌 就將近11點55分關燈 雙雙告別油麻地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